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老公要带孩子去打针 医院不好停车 所以提议和我换车开 我同意了 等到我收拾好锁好门后才发现 我居然忘了带车钥匙了 家里的门锁钥匙也没带 所以就赶紧联系别的师兄一同前去 在去的路上还在懊恼自己太不操心了 大概11点多的时候 我老公就给我打电话了 说他要去给朋友帮忙办事 需要和我换车 当时我还在奉生的地方 离市区挺远的 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去 在那一刻 我突然就明白了菩萨妈妈的用意 特别轻松地和他说 车子还在家里 我没开走 真的特别感谢菩萨妈妈 如果我把车开走了 可能事情的结果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菩萨妈妈真的大慈大悲 被我们着想了太多太多 一个人只要有诚心 佛菩萨一定有感应的 菩萨大事小事都管 心诚则灵 是的 好 下面的这位同修呢 要跟大家分享这几天的一件事情 2月8日那天开始 我喉咙发炎化浓 还发烧 看了医生 打了两天针 吃了很多药都不好 年三十 烧送了21张小房子 放生了20条鱼 许愿好了 以后现身书法 年初一凌晨还在发烧 照样上头香了 然后今天早上睡醒后 烧就完全退了 反复烧了五天 今天完全退了 精神也好了很多 今天喉咙还是疼的 下午看右边扁桃体 还是有一块溃疡的斑 到下午 烧送了七张小房子 烧完磕头的时候 隐约感觉到菩萨在笑 激动的我都哭了 赶紧忏悔自己平时执着的罪孽 跟菩萨妈妈讲了些心里话 心里轻松了很多 晚上再照镜子 右边的溃疡已经完全不见了 平时小房子烧得不多 年关了让我经历了这么一个病痛 我也反思自己 平时工作什么的 比起学佛 比起健康 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千万别执着 要好好改毛病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感恩菩萨保佑 真的非常感动啊 好 那接下来 让我们听台长师傅给我们讲一个小笑话吧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笑口常开 把喜充满 有一个小笑话 说的兄妹两人经常吵架 中午睡午觉的时候 这个兄弟呢 这个弟弟呢 隐约感觉到有人呢 在给他盖被子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 看见是他七岁的小妹妹 他是兄弟 刚刚讲错了 不是他弟弟 是他的哥哥 他微眼睛呢 睡觉的时候 看有人给他盖被子 眼睛一睁呢 是七岁的小妹妹 他心中一暖 平时因为经常吵架嘛 心想 哎 我妹妹真的长大了 刚刚还没想好呢 没想到妹妹把被子从脚给他盖到了头 淡淡的说了一句 安息吧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个人要改点毛病多不容易 你说说看 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吵架 经常吵架 他就不能原谅别人 所以你想让我们这么多的人 有很多很多的过去对人家不好 你要说让别人原谅你 难啊 你要用你去原谅别人 更难啊 所以要好好学佛 才能用慈悲心化解你心中无限的惆怅 所以有些人呢 好像 哎呀 我很率真自居 其实也是没修养 我这个人 就是很真实的 就是这样的 我讲的也是为你好 其实他在率真之中啊 他夹杂着五欲六成的私心 如果你真的为别人好的话 别人会接受 你只要带着私心的话 别人不会接受 有的人说 我脾气很直啊 你别在意啊 我说话就是这个这样的啊 实际上 这些话并不是真正的学佛人 台长告诉你们 真是修道人 不问世间过呀 无论是家人 还是朋友 我们学佛人要多用爱和包容来相处 是啊 慈悲心可以化解一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